亿万妇解吴英狱中离婚案恐被迫撤诉 两次申请免交近300万诉讼费均未获准 家属称确实交不起 昔日的亿万妇解吴英 或将戏剧性的意味贫穷 而被迫中断离婚诉讼之路 11月2日 华夏时报记者最新获悉 吴英狱中提起离婚诉讼后 吴英及其代理律师 两次申请免交诉讼费 均未能获得浙江省东阳市人民法院纯许 而事实上 在更多不为人知的时候 律中的吴英仍在救其集资诈骗案坚持申诉 请求改判无罪 吴英在民事起诉状中称 被告周某某在没有和他离婚的情况下 跟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子 原被告双方感情已完全破裂 依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 吴英被要求收到文书次日起7天内 交纳案件受理费298.9万元 否则法院将视为撤诉处理 吕海波在免交诉讼费申请书中陈述的理由则是 1 吴英因集资诈骗案 被判没收人个全部财产 2 吴英因集资诈骗案 自2006年失去人身自由至今已15年 且还在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长期没有经济来源 3 吴英的第二项诉求是双方分担近6亿元债务 不是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司法服务的目的是公平正义 吴英向提交的申诉状称 刑事判决书认定吴英明知必然无法归还 却以给付高额利息为诱饵 采取隐瞒先期资金来源真相 虚假宣传经营状况 虚构投资项目等手段 先后从11人处非法集资人民币 77339.5万元 用于偿付集资款本息 购买房产 汽车及个人挥霍